施詠青視觀點設立後,樓市轉世不是小陽春。 設立一經公布,市場第一時間就作出積極回應。 十多年來被壓得死死的投資異獄,一時間都被釋放出來。 我原先預期三月樓市的交投量會比二月多三成左右。 現在看來,是估計得太過保守。 犯一犯應該沒有問題。其中一手市場的交投量可以增加三倍,技術太低。 二手市場的交投量也可以增加五成以上。 至於樓價方面,由於一手市場的庫存仍有很多, 具區模的發展商,應該先爭取維持銷量,不會在定價上過度進取。 不過,要從低位反彈3%至5%應不會有問題。 隨後則要視利率走勢及實體經濟的演變情況而定。 二手市場上的小業主,今次反應得比發展商快。 設立後,很多以第一時間反價。 不過,由於仍有一定的評判未消化。 成交價不會一下子就升得太快。 3月1日公布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。 由於反應的,還是設立之前兩週的市況。 所以還呈現0.31%的跌幅。 估計3月8日公布的指數也不會太好看。 要到3月15日之後,中原城市領先指數才會陸續反映設立後, 二手市場的價格走勢。 我估計,這次二手市場的反彈。 起碼可維持3個月,勝幅可以達到5%至8%。 而市場氣氛也會從悲觀轉向樂觀。 相信後事很有機會可以走出陰霾, 不再受負面的情緒互為影響。 有地產界的朋友,稱這種現象為大陽春, 不是小陽春。 其實,中國人的詞會中, 只有小陽春,不存在什麼大陽春。 小陽春是一種氣節,指的是立東與小雪之間。 有時氣候會回暖,有些果樹甚至會在這個時候開發。 令人誤以為春天已經到來。 由此看來,小陽春只屬一場誤會。 春天其實尚未到來,只是讚暖還寒罷了。 若然冬天都未過去,春天是不會這麼快就來到。 至於什麼是大陽春? 相信只是某些自以為是的人的二次創作罷了。 他們覺得形勢不是小好。 而是大好,所以把小陽春稱作大陽春罷了。 以今次市場粉應的強烈程度來看。 香港住宅市場的基礎十分堅實。 既有用家的自住需求,也有投資者在資產配置方面的需求。 那照一撤銷,自用與投資的良性互動就立即發揮作用,令市場的形勢已立即改觀。 我相信,今次市場已經改善,止跌回穩已不成問題。 如果配意減息,樓價就不但可以站穩現時的支持位。 還可以隨經濟恢復動力而同步上升。 看來,政府應很快可以恢復買地料。 再次市場。 再次市場。 感谢观看